先进国家在追求飞弹呢 不外乎就是要射得快 射得准 然后射得远 越远越好 都一直想办法再突破 但其实有时候忽略了 其实这个短程的飞弹啊 然后能够精准了一点 然后威力大了一点 其实也是很有看头的哦 现在就有媒体报道 中国大陆呢 已经呢 好像呢都装配好了 这种短程的这种飞弹 哎 叫东风12 所以呢 这样的飞弹配好了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根据 我们刚讲到火炮 大概打个40公里 60公里 感觉上就很远了 对不对 超级远啊 对 但是像现在的战争 通常都是国家对国家 那个距离就更远了 所以呢 一般国家它会发展什么 叫导弹 打得比较远一点点 那其实呢 包含其实像很多武器的设计 或者是研发 老实讲 它有一定的寿命跟周期 也就是说 它基本上可能在30年前 或20年前所研发的这些导弹 或者是飞弹 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可能不符合 现在战争的使用 的这个使用 结果现在这个 根据英国的 这个战士繁卫杂志它的报导 说之前中国大陆 有一款外销到国外去的 叫做M20的这个导弹呢 已经外销10年了 卖了很久了 对 最近发现到呢 似乎在中国的二炮部队呢 已经把它纳编为 它的装备之一 而且给它一个编号 叫做东风12型的 就是它先前卖出去了 那个改个名字 这样子的意思吗 那以这个导弹来讲 它的弹体的长度 是大概7.8公尺 它的弹径呢 有75公分 重大概有4吨 如果按照公开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它可以打100公里到280公里远 但是据了解 就是说它如果增加它的射程的话 大概可以打到400公里远 那真的是从台北 就打到高雄去了 那这样的一个长度来看 它比较特别的是什么 因为它是装载在 这个飞弹的发射车上面 你可以看到图片上面 它其实一个发射车的 系统上面 是可以一次发射两枚这样飞弹 而且重点是什么 它的快速的反应 也就是说它从你要开始决定我要打到打出去 只要12分钟而已 这么快啊 只要12分钟 那这个速度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快 再加上什么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据报导 就是说它在这个飞弹的上面 加装了类似像GPS的定位系统 也就是呢 去结合中国大陆自己所研发 叫做北斗卫星系统 那这样会让它的精度 达到这误差值到 多少30公尺之内 所以就把范围都给缩小了嘛 没错 所以它几乎可以做到精准打击 那这个其实都 如果就它相关报导来讲 这个完全是针对什么 就针对台湾来 又是针对我 没错 因为以它现在的这个装备来讲 就他们了解 就是说第一个 它可能对我们现在所加装 有所安装的 这个所谓的爱国者三型 爱国者的这个飞弹防御系统 或者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天工 这样防御系统几乎它都有办法 这个有办法去把它突破 那怎么还得了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军武的发展 其实大家就会关注到说 那中国大陆其实在最近 它一直不断的在这个武器设备 或者上面你看它短程的 长程的 短程的针对我们是合理的 这个距离本来就是 这个距离就是打我们的这个距离 如果是巡弋飞弹就打美国 还有针对什么九州啦 越南啊 都很好用 而且还有自己的科技 所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大家都会发现到说 他在武力上面的这些 增强他的设备 是不是他接下来 还有什么样的意图 或者有没有可能会影响 亚太的整个区域平衡 那就有待观察了 哎呦这样子听起来 真的是太恐怖了一些 好不过